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促销信息及文章专题 是IT行业的厂商 经销商 IT产品 解决方案的提供场所 根据栏目分类 资讯 新闻评测行情直播 导购视频图片 商城 商城团购经销商 二手全民微商 论坛 论坛问答活动适用软件 软件下载游戏 该区域是网站着重的区域 下面的分类导航 是具体产品也介绍 我们只提取出新闻资讯 产品展示栏目等 介绍给用户 让用户能够了解重点栏目的设置 新闻首页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一区域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二区域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三区域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四区域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五区域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六区域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七区域 中关村在线新闻第八区域 这一页面通过左右列表展现大量的内容 目前很多网站都通过这一方式列表进行展现 能够加速内容收入 这也是内容列表页面的展现 评测页面 中关村在线评测第一区域 中关村在线评测第二区域 中关村在线评测第三区域 中关村在线评测第四区域 中关村在线评测第五区域 中关村在线评测第六区域 该页面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评测 属于用户体验与贴近的页面 该页面实际上属于一种功能介绍页面 也是为了吸引更多软性广告 吸引广告商投入 通过产品评测 不同的产品介绍 这实际上是完全的商业性网站的内容 中关村在线通过资讯与评测 进行销售产品 这也是软性广告的植入 一个产品在网站投放广告 也不能通过最直观的直接展现 通过不同的软性展示 能够减轻广告费用 也能够通过软性植入 让用户了解一个产品 让用户真正从不同的角度 了解一个产品 是现代网站广告的方案 现在很多网站 都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做 用户的体验 如果过度广告 能够引起大量的用户反感 不如通过这样的新型方案 来提升网站的内容质量 不断调整网站的内容 让用户进行不同的体验 与产品有关的页面 下面通过一个 与产品有关的页面分解 让用户了解 网站的产品页面类别 这一个页面 涵盖了大量其他的页面 由于这是课程 不过度介绍 让用户了解 产品页面的设置 很多页面 都是产品类页面 一个介绍涵盖更多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一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二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三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四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五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六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七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八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类页面 第九区域 该页面 网站的内容量异常之大 不过有一个方案 就是大家找网站的相同之处 通过这里的页面 相同之处 都是测评与产品的转换 如何提升网站的销售 是该网站主题 作为IQ类专业网站 把每一个细节都想进去 特别是产品细节 再介绍两个页面 就介绍产品页面 两个页面 一个是直播 一个是软件 让更多的用户 了解一下该网站的其他内容 直播 中关村在线直播页面 软件 中关村在线产品 软件页面第一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页面第二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页面第三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页面第四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页面第五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页面第六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页面第七区域 中关村在线产品页面第八区域 该页面是软件介绍 把所有软件相关内容都介绍得很详细 基本上网站的栏目页都采用左右结构 涵盖了大量的内容 当然了 该网站着重于销售 因此 二级页面在产品相关 与商业化价值非常高 网站通过资讯产品周边用户体验 从ICU的角度来说 网站的内容越多 越便于收入 特别是用户体验与用户交互进行相应的调整 该网站在用户体验的过程中 涵盖了很多体验 作为产品销售 该网站挖掘了大量的keywords 同时强大的内容管理 能够提升网站的排名 并且通过不同合作 升知名度 二级页面的内容 让大量的内容 得以完善的展现 目前网站让很多用户 能够得到产品的体验 用户体验 是一个网站的根本 特别是每一个产品的页面 和内容页面 得到大量的收入 获得页面的排名 让搜索引擎 收入大量的页面 把所有有关产品 相关内容搜索过程中 能够收入搜索引擎 网站的底层页 分为资讯页和产品页 两种页面 至于这两种页面 截图 不做太多解释 大家也能一看就清楚 产品页面 内容页